国内频频传出网络诈骗案之后 国家银行就架设了997热线 让民众拨电话举报 及时冻结银行户头和对罪犯采取行动 那雪州一名男子就申诉 他本身没有涉及任何不法勾当 银行户头却在他做了一次 合法的虚拟货币交易之后被冻结了两次 银行给出的理由是 有人通过997热线 举报曾经和他有过交易的银行户头 涉及诈骗活动 是一个学生从UUM 他租了四个account 他本身自己的银行是account 给一个人 他租了这个四个account 所以那个学生发觉到 他的四个account里面 他的钱就减少了 然后他就 他是跟我讲那个IWK 他可能panic了 他就call 997 就是我们的National Security 那个Cyber Scam 他就跟那个银行讲 我的钱减少了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帮我block一下这个account 邱尔全怀疑 问题的根源可能是 去年11月的一位虚拟货币交易对象被举报 在这笔为数超过2万令吉的交易结束之后 他的银行户头就被冻结 为了解决问题 他甚至亲自盗击打 协助警方调查 但是至今没有下文 最令他苦恼的是 由于无法提取被冻结户头的款项 对他造成不便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雪州社情团 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李文斌透露 在997热线开通之后 他陆时有听闻一些银行户头被冻结的事件 只不过他促请当事人不要着急 因为这是打击诈骗案最好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